大家好,我是托马斯 欢迎大家来到托马斯的RS游戏中文解说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可以解锁远古魔法的一个游戏任务 这个名字叫Desert Treasure 字面意思是沙漠宝藏 在这个沙漠的这个西南角 这有一个叫应该是土匪这个营帐吧 这是个驻扎地 他这里有一个NPC 就是叫Arsganian Smith 应该是个铁匠 这个任务他需要的一些前提条件 是这个Dig Site这个任务 还有这个旅游陷阱 伊科夫神庙 危险的牧师 瀑布任务 这个聚谋要塞 还有一些等级要求 需要的物品也是相当的多 我现在没有带物品 我身上就是把我这个武器装备给去掉 带一些喝的水 带了一个补充角力的戒指 和一个考古学的传送日志 一会我们做到具体的那个任务的细节的时候 我们再去拿具体的任务物品 我现在没有拿 我们先跟这个Arsganian Smith对话 先把任务给接着 Hello there Do you have any quests? 直接问他有没有任务给我们做 我们现在把这个沙漠这个任务先接 他让我们去那个考古挖掘场去找个人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考古厂的这个考试中心 这个这里有一个NPC 我们需要跟他对话 这个人叫Terry Barlando 他这个任务其实就让我们去取三块钻石 然后最后是去那个金字塔那个底端吧 最深一层 然后好像是跟一个人对话就行了 就还要打好几个怪 我先跟这个Terry Barlando对话 Ask about desert treasure quest 这个选这个 我们继续跟他对话 继续选1 Ask about desert treasure quest 他给了我们这个translation的这个翻译书 刚才我们把那个翻译书拿到手以后 我们回到这个任务的这个起始点 我们继续跟这个Arsgania Smith 这个是这个铁匠跟他对话 这个我们选Don't read book 这个好像随便自己啊 随便啊 不读就不读 读就读啊 我们继续跟他对话 我们选择1 Help him 帮助他 现在我们往南走啊 往南走 这儿有一个这个Bartender啊 这是个酒吧招待啊 是个酒保 我们跟他聊天 要一瓶啤酒 Buy a drink 就选这个 650这个金币啊 就是买一瓶 买一杯 一杯 我们继续跟这个酒保对话 关于这个宝石的这个钻石的事情 我们自己跟他聊一聊 I heard about four diamonds 选这个 我们现在往这个东走 往东走 这个最东边有一个房间 我们去找一个人对话去 把这个帘子先打开啊 然后这 这边有一个叫Iblis 我们跟他聊天啊 他在外面 我们跟他聊天 这里我们选Telme of the four diamonds of Azenadra 这个 四个钻石的这个事情 这个选yes 选一 把这个他需要的物品给他 刚才我回那个拍卖行买了一些物品啊 我买了一些物品 这些物品是这个12个这个魔法术 这个一个骨头 六个融融玻璃 一个血腹纹啊 一个这个煤炭啊 焦炭吧 一个灰啊 六个这个钢筋啊 钢筋 我们现在把这个我买的这些物品 这个树什么的都放放他身上 这个Iblis放他身上 这个骨头我们一定要右键啊 防止这个直接点把它给埋了 就是给他做这个法术的这些物品 那跟这个Iblis对话啊 然后我们去这个东南角去那个传送石头的 跟他去对话去 他在这里啊 我们跟他这个Iblis对话 这有一个景面这个镜子 应该做一些什么远古魔法仪式 这些东西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Canif's 这一个酒吧这个地方啊 我刚进来这个酒吧 他出现有一个这个动画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让我过来啊 因为我刚才去那个拍卖行或者是银行准备了一些物品啊 这是一个大蒜 一个这个Civer Bar这个银块 还有这个是香料啊 Spice 我还拿了一个一个风帽 把我的武器装备给去掉了 我们现在跟这个Maluk 我们跟他对话 这里我们选I'm looking for a special diamond 这个我找一个特殊的钻石 这个我找一个特殊的钻石 Yes 我们选Yes 这里我们继续选How can I kill a death 这个怪吧 这个怪的名字 这里我们继续选Actually I don't need to know anything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坠落村庄啊 这个左上角最快有个地洞 我们可以下去啊 找一个人拿一个这个湖 先把他这个门打开 再爬下去 下来以后我们往这个有个铁针的这个标志的方向走 这有个NPC啊 这个叫Rentum 我们跟他对话 他给了我们一个这个Silver Pot 这个是银制的湖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Rentum 这个岛上啊 其实我之前是带了一个戒指 他不让戴 现在我们去掉了以后 来到这边跟他兑换啊 这个是High Priest 这个高阶祭司 我们跟他兑换 把这个银制的湖给他 让他做一下这个 Blessed Pot 就给他祝福了吧 祝福了一下 然后我们再回血了 回到这个Canif 我们继续往南跑 跑到那个酒吧那里 跟那个Malak 对话 他打了我一下啊 就是50伤害 现在我们去那个银行 把那个武器装备给拿上 一会儿要打一个怪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酒吧这里 我们先这个右键 把这个大蒜给这个Crush 给他弄碎啊 把这个灰放在这个Blessed Pot 这个受祝福的这个湖里头 我们再把这个香料给加进去 香料给加进去 加进到这个湖里头 刚才又回去换了一点装备 和这个吃的 换成60级的这个法术装备啊 我们再把这个Blessed Pot 这个湖放到 倒到这个墓碑上 坟墓上面 我们把这个怪 看能不能再把它打死 这次 这个我选那个法术不行 我选这个 这次应该能打死了吧 打死了 这次把它给打死了 先我们回去酒馆跟Malak对话 在杀完那个84级的血血鬼怪之后 我们来到这个Cennifus的酒馆 继续跟这个Malak对话 从他要一个这个血暂时 血暂时 他把这个血暂时给我们了 我们要立即把它去银行给存起来 否则会有这个人生危险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Blessed Hope 这个东边有一个这个打铁的这个人 叫Dunston在作戒 我准备了一些物品 这个是一个铁块 我们跟他对话 做一个这个有钉子的这个登山靴 我们选一 继续选一 yes but I still want them 就是把这个铁块给他 他做了一个带钉子的这个登山靴 这个我们插掉 我还准备了一个这个巧克力蛋糕 一些火符文 空气符文 这个公正符文 两瓶6G的这个超级回复药水 这些吃的 还有这个登山靴 现在我因为之前完成了爱德加的轨迹那个任务 所以我可以直接传送到这个地方 去那个巨魔要塞的山顶那个地方 现在我们要下去下去 这里有一个这个巨魔小孩 我们跟他对话 这个是一个小孩 我们把这个巧克力蛋糕 右键把它使用放在他身上 这个我们继续跟他说话 继续跟他说话 这个选一 去帮找他的父母 我们走这个东边这个门 这个闭门 这个谈话谈出来 我们忽略我们继续进去 我们把这个祈祷 这个 Protect from Malik 给开着啊 然后我们去这个东边 我们要杀五只这个巨魔 就在这杀吧 这个我们用这个火焰法术去杀他 这个杀是比较弱的这个 应该有五只了 我们进去啊 进去这个洞 出来了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继续往前走 所以凭这个超级回复钥匙 不然我们这个 这个祈祷我可以把它给关了 直接往前走 把这个登山靴给穿上吧 现在还不穿 显示不能穿上 我们继续走 没有这个角力了啊 幸好我带了这个戒指 把这个给它补满 继续走 哇这些 这些狼吞人 这么瘦 这有一个怪叫卡 卡米里 我们继续把它给杀掉 卡米里 卡米里把它杀掉 八十八级 它也是用我们用火焰法术去杀 不要快 杀死了啊 我们继续往前走 把这个它这个掉的东西 给拿一拿 又出来一个 我们不管了 我们往前走吧 往前走 又没有角力了 我们继续补充啊 补充这个角力 有这个戒指还是蛮坏的 这个我们要从这个边上开始登啊 把这个鞋子给穿上 然后我们上去 然后我们上去 上去往前走 一直绕着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是个冰川的这个 ice pass 冰露啊 绕一圈 上去 啊 它还每天还有这个 限制的 还不能冲啊 走啊 继续走继续走 开这个门啊 这有一个冰门 我们把它打开 我这是挤进去的 这个我这个等级也在掉 这前面有两个这个 这个像冻的这个块呀 冰块 我们要用火焰法术 把它给解掉啊 好 我们喝一口这玩意 把它给这个smash 又见 给它给解掉 然后把跟他们对话 嗯 我们跟他们这个一对 巨魔父母跟他对话 这个是回到这个冰门这个门口 他们一家人应该是在一块 然后我拿到了这个叫冰钻石 现在我们回去把这个冰钻石给放行行里 立即突出起来 立即把这个冰钻石放银行 否则会有人生威信 好了 好 好